你 什么情况 过平息呢 不是吧 我做完这个能提前退休七天呢 不是 什么情况 我写一半我还没存盘呢 这我退休计划要延长半个月 我什么时候保贵了半个月啊 你的办法要算什么宝贵 我的时间才是真正的金钱 不是 关键是晚上 跟国外的客户有一个视频会议 那谁 范总终 快帮我想想办法 我今天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 咱下班呢 姜美 姜美想想办法 不行 我也得把这个由于 老齐 别提了 我这个文件要打五百份 刚打一份就停电了 今天晚上最后一天 你说我怎么办 怎么办 不是吧 那我岂不是要手动证理 未来一个月的文件资料 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咱们国外的客户怎么办 姜美 你忙完了没解决我 冷静 冷静啊 你怎么冷静 各位 各位 我去外面看了一下 好像整栋大楼都停电了 完了 那我退休怎么办呀 新闻说全市紧急断电 全市断电 哎 小白 我知道你有路子 赶紧给姑娘去打电话 让她来电啊 不然换太阳一会儿就下车了 放上这些 你的身份 孤独啊 在心里扎了根 这世界让我分分 再看会儿晚霞吧 感觉已经好久好久 没有这么美妙的瞬间了 天然哥 我现在终于明白人物 为什么要休息了 就是为了和重要的人 一起看晚霞 我想跟你一起看 好 看吧 我们总在跟他 岁月的一遍 一闪眼 就张成了陌生的脸 这一生很长 人来人往 逃三场 才知道谁在跑 小小的光芒 能将夜融化 所以世界再大 我也不怕 小小的人啊 会有人牵挂 穿越人潮 送来 鲜花